以赴爾德族為首的敘利亞武裝 在美國空中力量以派軍事顧問的支援下 星期日是發動攻勢要奪回對北部城市拉卡的控制 2014年伊斯蘭國極端組織佔領拉卡 並自行宣布為其極端主義統治中心 以赴爾德族為首的敘利亞民主力量指揮官 星期日宣布攻勢開始 美國的全球打擊伊斯蘭國聯盟特使布萊特密格克 證實說敘利亞民主力量在這次行動中得到美國空中力量支持 密格克說拉卡攻勢將會分階段進行 確保一定將伊斯蘭國系趕出拉卡 密格克還說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特 星期日在土耳其首都會晤了土耳其軍事領導人討論這次新攻勢 會談的焦點是要緩解土耳其對於敘利亞民主力量的組成 以及他們的目標所持有的憂慮 華盛頓認為敘利亞民主力量是打擊伊斯蘭國最強而有力的武裝 但土耳其認為敘利亞民主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 之一的敘利亞富爾德族人民保衛部隊是一個恐怖組織 與土耳其東南部的一個爭取地區自治的反政府軍富爾德力量有關 臨利亞民主力量是確保的 昨天跟土耳其中央議員很大 非常非常體難最強的